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早上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的主要要文有 尼泊尔7.9级地震,死亡的人数就增至了超过5000人 超过1万人受伤,当局就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灾区的搜救工作持续,不过尼泊尔政府就被指救灾不利 引发了首都灾民上街进行示威 警方就发放了地震当天的路边闭露电视片段 拍摄到有建筑物抵受不住强震而倒塌 救援物资迟迟未送到,令灾民大为不满 约有200名示威者就阻塞了加德满都州的街道 而抗议政府的就在不利 旗舰有示威者与警察进行推撞 有示威者就表示,灾民无食水和物资已经患上肺炎 而总理柯伊拉拉早前就戴口罩到加德满都视察灾情 他承认资源和救援装备有限 但承诺政府会尽最大的努力进行救灾 而多国的救援物资陆续的送到了以色列在加德满都设立的临时医院 并且预备了多种的医疗药物 斯里兰卡和澳洲的物资也都已经送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历史性到美国国会向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发表了演说 他向在二战上升的美国人进行致哀 又两度对亚洲各国受苦人民表达悔旧 但就没有正式的进行道歉 只是重申会秉承历任首相对二战的观点以及立场 安倍就表示他早前是怀着懊悔之心参观华盛顿的二战国家纪念碑 并为日本发动二战而深感后悔 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 外界一直关注安倍今次的美国之行 对日本在二战的侵略行为和未安妇问题有何表述 但安倍始终没有进行正式的道歉 只是重申会恪守村山谈话的精神 安倍也表明日本会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之上 积极的为和平做出贡献 又指任何国家不应该以武力来解决亚洲海域的争端 相信他所指的是中国 再来看北京 在北京外交部响应了安倍晋三高调到访美国 寻求加强日美同盟的关系 外交部的发言人洪磊就批评 美国和日本并不是涉及南海主权争议的国家 应该在有关问题上采取客观公允的态度 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而不是损害地区的和平稳定 不要令问题复杂化 安倍晋三早前到白宫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会谈 两人在会后就会见记者 奥巴马就指出强化美日同盟 不但不是要挑衅中方 相反中方是同盟之下的既得利益者 奥巴马又提到关注中国和邻国 在南海主权上的争议 强调美日两国会推动和平 来解决南海争议 再来回到香港方面的消息 警方在上周六街报 有人于清水湾道的一个单位 截去了约为200万元的财务 并绑架一名29岁的女子 向她家人要求赎金 警方晴后展开调查 星期二晚救出了该名女子 而绑匪取走了28个 一共在有2800万赎金的口袋之后逃去 昨日晚上一时左右 超过100名的机动部队警员 到赤泥坪村 警方封锁了村口 禁止任何人进入村内 村民想入村 要出示身份证登记 以及检查个人物品 警员又调查现场的在场车辆 调查至凌晨40左右结束 警方撤离现场 消息就指 涉案的六名匪徒来自内地 警方刑事情报科 已经调查近期入境的内地可疑人物 锁定及掌握了部分匪徒的个人资料 并持有他们的照片展开追捕 据了解 其中的一名匪徒身高为五尺十寸 右手掌有八痕 警方暂时没有发现任何的踪影 警方在中区以及西区 就拘捕了两名外籍男子 他们身上及单位内 分别捡获了约22克以及约4公斤的怀疑可卡因 市值大约为400万元 港岛总区以及东区的警区刑事部人员 昨日下午四时在中区普庆坊 54号一个单位内 拘捕了一名50岁的外籍男子 并在单位内捡获了约为4公斤的怀疑可卡因 市值大约为400万元 另外警方在下午大约五时 在西区高升街25至29号的移动大厦内 拘捕了一名36岁的外籍男子 在他身上捡获约22克的怀疑可卡因 两名男子涉嫌贩毒已经被捕 正在进行扣查 关注完了以上的要闻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经济新闻 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开盘港股的情况 劳动节假期来临 投资者获利过节意愿强烈 港股恒生指数低开0.39%跌111.2点 报28289.14点 国企指数跌0.51% 跌74.51点 报14528.53点 从盘面上看 蓝筹股跌多涨少 首先来关注一下涨幅榜方面 跌幅榜方面是 中国海外发展跌4% 领跌蓝筹 华润电力跌2.7% 为跌幅最第二的蓝筹 而内银股下跌 中国银行跌2%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跌超过了1.5% 香港地产股就上涨 新世界中国涨3.2% 信和置业涨0.44% 石油股反弹 中海油中石化 均涨了1% 美国联储局就结束了 一连两日的议席会议 维持利率保持不变 符合市场的预期 未有对加息做出新的暗示 也未有就加息定出时间表 相信美国经济会以平稳的步伐进行增长 会后的声明就表示 当就业市场进一步的进行改善 并有理由相信通胀将会朝着 中期内重返2%的目标方向时 将是合适的时候来调高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期间 声明又表示 美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在冬季月份放缓 部分的放映暂时性因素的影响 而声明预计 随着就业市场进一步的改善 以及能源价格和进口产品价格下跌的 暂时性影响消除 通胀率将会逐步朝着2%的方向上升 委员会将会密切关注通胀形势的有关发展 港交所日前就表示 难以估计港股成交能否持续高企 但已经着手研究扩大交易系统的容量 以确保在大市成交急增之下 系统仍然能够正常运作 近期港股日均成交增至于千亿元 港交所主席周松刚在股东会后就表示 未来成交能否维持于现实水平 将取决于市场 但港交所会做好系统的升级工作 来确保运作的顺畅 对于港股通每日额度使用显著减少 周松刚就强调 现实的港股交投仍然十分活跃 只是买卖盘的金融箱等 导致了额度未有用尽 他有预期升港通维持下半年开通 至于额度会否增加 以及会否纳入创业版股份 均有待监管部门来进行公布 新世界发展旗下的公司 与阿布扎比投资局成立了各占一半的权益合营公司 收购了军越酒店 万利海景酒店同尖沙嘴的凯越酒店的权益 代价总金额为185亿元 新世界估计可以套现100.82亿元 公告就提到截至今年的3月1日 有关酒店的市值为213亿元 军越局万利海景由新世界旗下的子公司 全资的持有 子公司由新世界同州大福企业 分别持有64%以及36%的权益 尖沙嘴凯越酒店就由新世界同市区重建 分局分别持有8%及92%的权益 收购完之后子公司同阿布扎比投资局 分别将会持有合营公司一半的权益 根据股东的协议 交易完成之后 首三年的之内 股东不能出售合营企业股份于第三者 而股东协议的限期为10年 中铁剑日前发出公告表示 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 不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期限最长不超过270天的 超短期融资券 董事就同意以联合体模式来参加 安徽省五湖城南过的江隧道 而PPP的项目正式进行投标 而该项目由投资人进行投资 建设云印云印期满之后 将会交给五湖市的市政府 项目收费期为25年 政府有权提前进行回购 另外全资子公司 中国铁剑投资就收购了 台州万邦持有的 有信达采险的两亿股的股份 问题与对方来进行谈判 另一届全资子公司中的 中铁十一局集团 中国铁剑大桥工程局集团 参加了长沙市轨道交通 四号线的一期工程项目的投标 该项目将会采取投资 加总承包的模式来进行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早上的所有的药文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 27摄氏度左右 大致天晴天气炎热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午2点10分再会